污点证人举发500教授假发票A公款 本来应该是用来做研究的国科会补助款 居然被部分教授拿去买钢笔和礼券 检调调查中研院生医所博士肖亚文 涉嫌购买假发票合销补助费 找到提供假发票的原营企业 老板施辉扬日前转任污点证人 供出研考会前租委叶俊荣在内 500名教授的内障 这些教授向各部会申请专案研究计划 部会通过后将研究经费分批拨给学校 担心经费花不完得缴回部会 或是不懂繁复的销账程序 教授找上原营企业 开假的采购发票向学校请款 学校依据发票拨款给原营 学校还用假发票向各部会合销经费 等原营收到钱后扣除两成佣金 剩下的钱存进教授的内障 有些教授会指示原营用这笔钱带购单车 家电 三锡用品甚至礼券和钢笔 这500名教授中台大就占了120人以上 包括行政院宿院委员会委员林明强 公共卫生权威詹长权 产业政策名教授欣炳隆等人 其中叶俊荣还承诺用三万五千元购买快锅 护诊工学仪等物品 检调也发现 博洋仪器等业者也用同样方式协助不少教授领取补助款 检调近期将针对涉滩金额较高的学者侦办 若教授诈领公款私用 将触犯贪污罪 罪轻可判七年以上 若公款最后仍用于公务 则倾向以刑则三年以下的伪造文书罪 并给予教授还起诉 台大校方表示 涉案教授依法 众可解聘 平聘或不续聘 轻可减薪 国科会则强调 相信多数教授不会中保私囊 未来会检讨补助款报账的程序 动新闻 这是历史的贡业 还是贪念作祟 且让我们看下句报道